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欠套生成 什么意思 今天咱们要生成大量的标记 同时要标记出这些个tag的父子关系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看起来挺深奥 其实没什么 今天的知识点 拥有三个计算符号 第一 大于 或者说是这个箭头符号 它来标记着 咱们同时生成这两个tag的父子关系 什么意思 一会儿会看结果 加号 这个简单了 大于号是父子 加号是兄弟关系 咱们同时生成两个兄弟的标记 该怎么做 用加号 一会儿会看到结果 会看到例子 接下来 接下来 这是叫什么监号 是吧 这个符号怎么念 我就不知道 它是什么 它是生成负tag 生成负标记 因为咱们在生负标记的时候 偶尔会用到 我生成这个本层标记不太好 我还想生成这个副层标记的时候 该怎么做 会用到这个监号 这个用的实际不是很多 但是呢 Emit有这个功能 今天呢 我也会给您讲到 好 讲完这三个符号 您听起来肯定是云里物里啊 没关系 看例子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OK 接下来看一下实战演习哦 这是我给您准备了几个例子 咱们马上拷贝 到HTMR当中 咱们一个一个讲解啊 拷贝过来 OK 咱们看啊 首先说 咱们想生成什么内容 比如说 我生成一个man标记 没问题吧 在man里面 我要生成几个section 这可以吧 这说明什么吧 这是说明 我这个网站 我这个网页 有一个主区域 然后里面呢 有三个子区域 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 是这个header 头部 body 网页的内容区 以及这个footer 网页的页角 有这么三个section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看 我刚才是怎么敲的这个 我是先敲个man 没问题吧 这也是完全利用这个emit的功能 然后再在man里面 敲这样这每一个section 这应该是咱们这么做吧 标准做法 对不对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我用这个拷贝功能 我生成一个section 然后再拷贝 这个是咱们一般的 这个网页的写法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这么拷贝 然后可以拷贝多个 这一般的网页的做法 对不对 如果用emit该怎么做 首先说 我生成的这个tag数 有一个什么结构 man是最外层的tag 然后呢 它会有三个子tag section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回说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会生成一个man 里面呢 加上一个section 这没问题吗 标记着man这个tag是负 这个section是子 那么如果这个子有三个子怎么办 我有三个儿子怎么办 这个地方需要敲上三 大家看 man下面给咱们生成了三个tag 标记着父子关系 一个父亲带了三个孩子出来 就这感觉 带五个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了嘛 对不对 OK 这就是简单的父子关系 而且呢 能够生成这个tag数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就是说 我生成完了这一个man 再加三个section之后 这个section后面 我还想再生成一些别的tag 可以吧 比如说按钮 为什么 比如说我上面这个是表单 下面再生成两个按钮 用于提交 该怎么做 很有可能吗 对吧 该怎么做 OK 就是咱们下面的做法 咱们看 一开始是一个 最外层是一个man的标记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生成三个 section 也没有问题 对吧 出来了吧 接下来 大家注意看 我用到加号 这加号是什么意思 这加号是说 我生成一个p标记 同时 我并不想生成p标记的子标记 是p标记子标记吗 我想生成p标记的兄弟标记 该怎么做 是p加p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是上下两个p 相当于是p乘以2 对吧 再来一个p 3p的时候 没有问题吧 相当于p乘以3 OK 那么咱们在这地方 敲上man 然后子是section 乘以3 接下来 在这三个section之后 我还想生成别的标记的时候 就是用到这个加号 对不对 加谁 比如说我加一个button 没有问题吧 回车 看一下结果 大家请看 生成了三个section 在section后面 我一个加号 加上了和section 同级的button 没有问题吧 它们是一个级别 对不对 相当于是说 这个父亲 带了三个儿子出来 同时还带了一个女儿出来 对吧 但他们之间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儿子是section button是女儿 对吧 OK 另外 这个女儿出来之后 不能说白出来 你还得给她准备一点属性嫁妆 对不对 该怎么做 我会给这个button 加上一个样式单 这样式单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 不是相当于 它肯定就是一些个 您的CSS定义 或者说用到一些个button strap 一些个CS框架 所定义的样式内容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我生成了一个button 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它两个CSS属性 一个是Btn属性 这个是buttonstrap的属性 另外还有一个是Btn primary 这个也是primary 这个也是buttonstrap的属性 这样的话 它会生成三个section 同时在section之后 会生成一个加上两个CSS属性的button 看看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Go 大家请看 父亲是man 然后带了三个section 儿子出来 同时还带了一个 有CSS的女儿出来 然后这个女儿和儿子单是评级关系 这样的话就能够生成 没有问题吧 OK 再往下 再往下就用到这个叫什么 兼号 这个我还真不太会念 有指导朋友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符号该怎么念 兼号 该怎么做 比如说 咱们刚才有一个父亲 然后带了三个儿子出来 没有关系吧 但是父亲呢 还带个妈妈出来 这妈妈出来不像话 父亲还带了一个自己的朋友出来 这可以吧 兄弟 比如说你还带了一个叔叔出来 对吧 父亲的兄弟 不就你应该管他叫叔叔 对不对 OK 那父亲还带个叔叔出来 该怎么做 需要用到这个兼号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父亲来了 然后带了三个儿子出来 但是带了三个儿子之后 我还想在父亲的同级的地方 同级的地方再生成一个footer 这footer不是和section同级 是和man同级该怎么做 就这样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是一个man man下面有三个section 没有问题 然后我通过这个兼号再回到上一级 再回到上一级之后 再生成这个footer属性 月儿绕脖子 好 咱们试试看结果 go 大家请看 咱们跟刚才一样 生成了一个man 然后man里面有多少个section 是另外的话题 同时在section 在section 以section为试点的时候 咱们再往上跳一层 再生成这个footer 就这结果 这个地方会出现了 和父亲同级的footer 没有问题吧 再看一下 如果说这地方 我不指定乘以3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在man下 生成一个section 然后呢 section之后 再往上跳一个层级 再生成footer 试下结果 go 没有问题吧 非常没有问题吗 那比如说 我想生成header man加footer呢 一样 咱们在这试一下 因为html5中 是可以直接 敲header标记 对不对 head 然后man 再然后 这就不能用父子关系了 这应该是用朋友关系 man 然后footer 三个朋友 一起生成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man下面 带了一个儿子的话 带了一个section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能够用加号了 为什么 咱们试试啊 如果用加号的话 那这footer本来是和man header同级的 结果呢 现在变成和section同级 go 是不是 这footer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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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咱们要的结果 那怎么再生成footer呢 需要用到咱们这个尖号 让它跳上来 就可以了 试一下 go 你看header man footer 他们哥仨 老哥仨 平级 后面呢 带一个儿子 man里面带个儿子 header跟footer没儿子 这个感觉能够生成 ok 把代码删掉 咱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把我的这个代码内容 显示出来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咱们网页开放中 非常非常 用的比较多的 UI和RI 什么意思 列表 而是这样 讲这道课程的朋友 我的认为您的前提是 会 html和css 这都是html的知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生成一个列表 一般是敲UIL 然后下面呢 敲几个 IRI I什么意思 列表项目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UIL 然后呢 我下面带有三个列表项 一般咱们都这么敲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Emit 这个工作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怎么简单 刚才其实都一样 已经说了 敲一个UIL 父亲 然后带三个儿子 咱们别带三个了 带五个儿子行不行 RI乘以五 这样的话就能出来五个儿子 然后每个列表项叫什么 用table键 你可以自己控制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OK 咱们删两个 然后达到三个儿子 和我的这个样力保持一致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样 大家近看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和上面 不同在什么地方 不同在 我的父亲也乘以了一个2 是什么效果呢 你应该能想到啊 是生成两个列表吗 对不对 试一下 UIL 乘以2 然后呢 每个UIL里面 还有三个RI儿子 三个儿子 试试 够 快看 我这生成了一个 对吧 同时我又生成了一个 这叫一个不太像话 就一组 生成了两组UIL 里面呢 各有三个元素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其实跟上面一样 只不过是我加点扩展 加点什么扩展 加了一个 让RI这个属性 给它一个这个样式单 其实这样式单 以前都讲过 所以说 你一看结果就知道 每个RI里面呢 都带了一个class 没问题吧 哎 您觉得 您要是手工 敲这些代码 是不是也至少占用您 10秒到15秒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用这个代码的话呢 三秒钟搞定吧 对吧 OK 嗯 上面这个是 生成了两组 UIL写法呢 就这个写法呀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 有的朋友可能读在 不太不太舒服 什么叫UIL乘以2 然后再I乘以3呢 我不好读 那么这下面 我再给您介入一种 非常好读的方法 怎么读 大家请看啊 咱们生成一个列表 里面有三个元素的话 是这么做 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咱们把整体 加上一个括号 再乘以2 就是不是更好理解了呢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生成内容的基础上 把这个表达式 再乘上一个 N次方 就代表它能够生成 更多的同样的 tag组的内容 可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如果您要是觉得 这个理解好理解的话 那就用这个理解方法 这个理解 或者说这个写法 更符合于咱们数学的写法 所以说看您 您这样写也行 或者说您在这个地方 乘以2也行 怎么都可以 看您的理解吧 好 不过我还是把它 恢复到我的这个代码 用这个理解 够 帮咱批量的生成代码 非常的方便 没有之一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好 稍等我冲个盘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了 关于Amy的嵌套生成的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也不算太难吧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